你身份就比較特殊 可以又和阿姐 又和阿都姐合作 都拜公司給了這個機會 因為坦白說 這次就是第一次 如果大家就是第一次和汪阿姐合作 初頭都聽過很多傳聞 就說汪阿姐好兇的 到後來原來阿姐都好玩得的 我覺得她亦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兇的 有沒有一些你是很欣賞她的地方 我覺得是那種專業的態度 還有她對服裝、髮型和要求 她對自己的要求本身很高 所以同時她亦都要求髮型是要一絲不久的 要求那些衣服配得到整件事 可能有時候我們比較隨便 所以這方面就要學習一下 你以前隨便一點 現在跟你學習要專業一點 對 很多時候可能有 不要緊 隨便吧 你有這種態度 但阿姐一定不會有的 阿姐是要很清楚每一件事 玩的遊戲 就算她未必是那麼快明白 但她都一定要知道是怎樣才行 所以我們就要很耐心去解釋給她聽 究竟遊戲的玩法在哪裏 阿姐經常問我 對 阿姐經常教我怎樣 她經常叫我幫她 教她怎樣用IG 出帖子 然後不時她都會打電話來 喂 阿德 我有個問題問你 你呀 你可以嗎 你有空回應我嗎 可以 怎樣都可以 甚麼都可以 磨尿都可以 可以呀 可以呀 你說吧 就像遙控教學一樣 教她怎樣出帖子 你會不會很有滿足感 你好像做了阿姐的小老師 她有問題都會問你 喝酒未去到那麼誇張 也開心的 至少在阿姐心目中有一個價值 也開心的 跟阿德姐合作的相處有甚麼不同 阿德姐更輕鬆一點 因為我覺得我跟阿德姐性格都很相似 阿德姐一個人 準時是應該的 但她是比準時更早一點 是的 所以當你以為你自己準時的時候 都是遲了她 所以每一次跟她做工作上訪問 或者在拍攝期間 我們每次約 例如搭正 我們搭九搭十就到了 可以鬥組 在挪威回來的那一層飛機 為甚麼會分開 不記得 為甚麼只有我跟阿德姐 然後還有阿德姐助手和我媽媽 阿德姐和我都不喜歡逛街 我媽媽和阿德姐助手都喜歡逛街 他們兩個就去逛街 所以我跟阿德姐在後機室那裡談了一個多小時 所以跟阿德姐的人都說得笑 是的 都說得笑 即是你跟她說笑的話她是沒問題 她會搞笑回你 是的 即是輕鬆一點 你好吧 你跟她獨處過幾小時 是很幸福的 是嗎 很幸福 你談過甚麼 你有沒有成功偷思 談過甚麼都有的 即是分享一下自己的人生 然後講一下自己的理念 講一下自己 即是在這一行裏面想做些甚麼 聊聊天 她就作為前輩分析一下 她有沒有給你一些意見 都有的 即是你無論如何都會有意見 但當然她也不會給到很正確 很準確 待會萬一拖累了我便沒有 所以我明白